那天的话,是为了12号 就是在这边死亡的一周 我不管这边,就是走路都不想走到那个地方 给孩子烧个字 我无论如何都会赶到那个地方 看看那个地方 不管路上经过多么的简线,我今天要走都要走到那个地方 你们大概几点走在那里? 我走到马柳湾的话已经4点多了 可能是走到下午的5点多吧 5点多才到达那个 就是在北山中学 我最后一次去北山中学的树 我发现,这个倒塌的废墟 据说这废墟里面还埋了400多只 孩子的尸体还没有挖出来 就封存了 周围都被狼儿封住了 上面挂着一个面牙室公安局的一个牌子 就说,让孩子安息了吧,你别闹了 就给学生家长 然后外面呢,就有一些家长就给孩子摆了一些香糖 灵堂 把孩子的照片呢,放在酒机的一个母亲 把他女儿的照片摆在上面 然后一个旅游大巴 下了一群游客 那导游打着小棋 那游客呢,有说有笑 拿着视线机到处拍照 然后就在这个母亲的面前 那母亲就说 给我的女儿 烧煮箱 那有的就给5块钱,10块钱 这竟然成了一个旅游的产业 你可以设想一下 作为父亲 作为母亲 你的孩子 现在还埋在那里 至今还没有一个说法 这个教学楼究竟是不是豆腐杂工品 那么现在这里竟然成了一个旅游的产业 我们拿着一些孩子 可以给我们当地发展经济 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收入 甚至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娱乐 这就让我无法容忍 你说孩子不在了 你觉得你自己都有很多改变 是吧,个性啊,什么记忆的一样 可以说,刚给我说的话 可能就是记不住 谁要给我说什么呢 我赶快要笔记住 本的话根本就记不住 很多时候,刚刚孩子 没有孩子的时候我经常走错路 很熟悉的地方的话 就找不到你了 你觉得这一年来 你经历的最困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最困难的时候 所以稍微就想给孩子讨个公道 收到百般的阻挠 比如说,有开心的志愿者 想对外界就是 比如说公布事实真相 都会找到百般阻挠 我被公安局叫去的话 多是谈论吧 和说一些恐吓的话吧 比如说我们再给媒体接触的话 就是什么就是 可能多半媒体都是间谍啦 这样子乱丁八糟的 下回的话,把很多家长都 吓得都不敢说真话 知道吧 为什么你不觉得外媒是间谍呢 我说像这些间谍的话 为什么不到咱们国家 就像连扬市的很多高科技的地方 军事地方 为什么来说这个豆腐沙碰什么呢 他说间谍有各种各样的间谍 有经济间谍,科学间谍和各种各样的间谍 他们有可能再利用你们 我说他,我们有什么可以利用的 我们这些孩子家长 他们我们也给不到他一分钱 他也不给我们一分钱 说一句话,我们有什么可以利用的 就这样说的 他说你们再给他来吧 他们就是国家定性的 国家间谍 我就说啦 这是国家面子问题而已 像国家修工都不扎工这个话 这面是问题 并不是说 就是国家机密而已 他也不可能是什么证 请问您为什么会写下这一句话 就是 我当时地震的时候 我们家里面有事嘛 忙不过来没有当志愿者 今天有点后悔 今天想来看看孩子 你为什么会写下来了 跟我们在一起 你为什么会写下来 做 我的孩子 真的我的孩子 我会写下来 但我刚才会写下来 我遇到這種情況 我覺得還是應該給我老百姓 有的交代 我會這樣說 就說我又要掏索吧 不光是我又直接掏索吧 我在那邊現場 現場現場 現場9月現場 看到有些東西真的傷心 我給你積極多個名字 就是高二八 還有全軍服那個班的 當時你把這些龍看到的 死人就相當多 對一對的 到處是死人 但是那個地方我就看不下去 當時他們那裡還曾經在死人 我把屋子叼開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地方就看不一樣 就是七八十月八就是說平坡 你拿個腳是比半腳少寬一點 它寬一點它是原來的 死人也是改成的 多餘的腳趾 這樣八就是說平坡 八就是平坡那麼寬於平坡 凡是就這麼寬一條 回這時就這麼大一條 大空回了空 那地方就是一堆腦袋 一堆腦袋 幾大的地方在 有一點露出頭頂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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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一出雲 你看到就像露出鼻門了 你不寬的地方 就只看見女同學 頭髮長遠的人 黑頭髮就飄了飄了飄了 你才不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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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要不認定 而我只要再 就說下去 把他去 就說下去 把他去 所以 加於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 我覺得 應該給這些事情 有了講的 有了講的 那我以前思議的人 都善了 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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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的 他也不需要你賺錢 有一種說明 不是就我要錢嘛 就有這種說法 是 但我覺得 至少 如果我問來說 是 肯定不是有錢 不過就有個想法 就是這件事情 不能讓人說 肯定要堅持下去 時間 會在一切 也許 我們到做以後 可能 衣服是主 衣服是我們 但是 到我們老了的時候 我可以這樣說 女兒我都不欺負 我沒有得要來人 但是爸爸是主要的 就轉好這件事情 就是能做 我也可以當那些學生主 我也學生多快 我兩學生關係都出個香港 真的嗎 真的嗎 我都沒有學生 我只說一句話 老是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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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每個地方都不得 但我這樣 不過我一心 不過我一心 因為我某天不太難 你 絕對沒事 這就是 我的真心 就是 很多學生 包括也從廢墟裡 倖存下來的 像我們昨天看到的那個 高一幾班 高一 一班 高一一班 昨天他們集體去北山中學 紀念他們的同學 那麼他們會不會問老師 這個 建教學樓的問題 或者他們是不是內心有判斷 或者是沒有判斷 或者是把這個問題放下 學生當中的問題 好像沒有聽錯 學生突然有懷疑 比華爾街 畢竟大小樓 大小樓 他們可能就 很多時候就是 就相信那種宣傳的 要多一點 另外老是呢 也不別的把這個 習慈以後的學生當中也說 因為對他也沒什麼好處 我們就覺得有個大小 不要去排用他的 他本性的那種 不要長去排用他 這種仇恨心理 仇恨心理 心理上更加健康一點 更快樂一點 我老時候也在學 我總有一些 就是肯定你從你拿太多 簡直知道自己 趕上身自己去做 所以學生都沒有了 沒這麼多 當時就是我 後來去看了一下 有些人他對這個照片的評價 那麼其中 就是我剛講到的 就是說有一個人 他說他很想把 這些浴脂板上的石頭 還有這些女孩身上的這個 小石頭 還有山土啊那些 就是把它清理了 然後趕快去救他 其實他不知道哈 其實這兩個女孩 也已經去世了 還有人呢 他看到這副作品以後 他就有一個感受 他就說 他覺得好像這兩個女孩 只差一秒鐘 或者是兩秒鐘 他們就可以出來了 但是呢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誤解哈 因為我當時看到的 我們現場應該是一個教室 然後教室的浴脂板 跟這個地面之間哈 已經就只有這麼這麼多的 一個距離了 嗯 那天來到廢墟 我看到了很多很多的 孩子們遇難的那個遺體 但是呢 我有一種對生命的敬畏 所以呢 我在現場就是拍的很少 然後這兩個女孩死亡的姿勢哈 他們給我一個很強烈的一個震撼 所以當時我就立刻把這副照片給拍了下來 這裡前方有屍體 然後也有書本 然後這個浴脂板呢 上面有石畫也有書本 這個照片如果能夠有人辨認 然後讓他的爸爸或者是媽媽看到 看到他們 因為其實我覺得當時哈 我也是想傳達一個信息出去 就是說這場大地震好 奪去了這麼多孩子的生命 而這兩個孩子呢 他們也是所有遇難者的 中間應該說是一個概念 請找那些老師幫我辯論一下 然後呢跟我聯繫 我想 我希望可以見到這兩個孩子的父母 就是 就是 如果有一張雕塑 放在這個北川中學校園遺事的這個門口 它也可以讓別人來表達 對於這些孩子們的一個安心和道理 還有就是做一個反思 好 然後我把這兩個照片 照一張給你 對 這個後面有我的聯繫方式 好 你分享 你用什麼樣的話 安慰陳老師 你對她說的最多 我對她說的最多的可能就是 我覺得 因為這個苦難太大了 我覺得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陪伴 不管她 不管她 經歷這個苦難的過程有多難 或者是她有一些心願想完成 而且我覺得這是一個普通的老百姓 而且一個正常的人的一個正當的要求 比如說為孩子討一個說法這樣的 我覺得都是很正當的 所以雖然我不是北川人 但是我特別支持她 而且從心理上特別理解她 再一個的話 像我的孩子我認為算是比較優秀的 但是比我還是優秀的人 大有人在 死亡了這一千多人 可以這樣講 國家巡視多少 這些事務人員仍然 在當官的當官 在搞建築 承包其他工程 仍然在懲罰其他工程 沒有得到任何的懲罰 為了我的孩子 為了就是一千多個孩子 我要就是替他們討個工程 不管怎麼樣 都要給這一千多個孩子 討個工程 他們死得太遠了 如果這房移稍會搞得好一點 我現在感受到了 就是北川中學這個建築 教學樓的質疑問題 是大家的一塊心病 只是很多人有一種種原因 他不敢說出來 但是這是事實 你覺得北川中學老師有壓力嗎 有 有很大的壓力 他們很累 而且在精神上也有壓力 比如說他們會被打招呼 就是說不許 就說要宣傳正面的東西嗎 不能給說什麼說什麼 你說的這些話 你有沒有壓力 如果工夫出去 我沒有壓力 我就是一個 普通老百姓一個工夫 我覺得我說的都是這個話 我不怕 可是我也是有錢 還吃得一排一排就 你還是有錢 他就沒錢 你怎麼也知道 他有錢 你怎麼也知道 你怎麼也知道 他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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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爬了 我不爬了 我爬你 我爬了 不饿了靠你 我不爬了 我爬你 求我了你 扶扶我 我不爬了 我爬了不爬了 我到底怎么想你 我到底怎么想你 我到底想要扛一下就扛一下 会怎么样 老百姓现在就干操 我们自己自然都知道干操 不用再抢掉这个 我觉得我们现在 我觉得真实就是力量 需要真实的东西 比如说在地震之后 就是说我们也很关注 这个教学楼的建筑所来问题 也有一些记者采访了之后 他根本就不敢发表 而且只是一次一次又一次 他击合我们的伤疤 我可以感觉到我老公的那种心思 也许这些采访的记者 他开始的心愿也是好 但是 我也说不清楚后面是 怎么回事 就没有办法把真相展示出来 中文字 天文学的实力 成 ord 参与 中文字 二十个 二十个 一二三 一五四号 二十个 第二 二十个 只有一个 二十个 二十个 二十 三 有人费女 如果你不太鬼了 我叫两个阶段去呀 两个 dry阶段去死 你需要洗手 你需要洗手 人家 emotionally 要洗手 没有 想洗手 不是傻型带吗 我不快然后 presence 给什么 人家租伍 тру 但是不知道 就是 但是 就是 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出去, 求求你们了, 成年老一同志了, 求你们出去, 该出去的,出去吧, 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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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童呢,他们都走过没有, 房间破大了,那些我们也用, 小姐,怎么可以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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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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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的不是高来的, 有,把高大你贵还打一架, 哈哈哈, 小姐,怎么办, 你说咱们, 好吗, 好吗, 拿大小去? 小小你们, 这是说说话的行政, 就这个地方不要来看见了, 这是高, 真正高气的不是啥呢? 有了,餐了,餐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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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